惊涛恶浪喊威城 全战无曹敌似争 五百剑而骑驯过 中华何止一天衡 1937年9月6日上午失事 姚子清身死 宝山城陷落 宝山保卫战历时七天 日军动用陆海空力量 付出惨重的代价 方才占领 姚子清和第三营官兵血战宝山 与城邪王的壮举 对中华民族之魂和抗战精神 做得最好诠释 后人做诗歌颂摇影壮烈 五百剑而骑驯过 中华何止一天衡 1937年8月13日 中日松户会战爆发 这是抗日战争中 双方的首场大兴会战 也是整个抗战中规模最大 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战役爆发后 上海东大门宝山县 成了阻击日军的战略要地 日军连番猛攻 宝山县三面收敌 危在旦夕 8月31日 作为预备役的三营营长 姚子清接到命令 奉命奔赴宝山街坊 阻击日军的进攻 另一边的守军八营 正在浴血奋战 日军发起了最猛烈的进攻 想一举拿下宝山箭 城门被炸开 日军蜂拥而至 李大成率领部下 与日军应刚 营长身中数枪倒地 此时李大成的机枪掐科 危机时刻 姚子清率领三营机士赶到 士兵们其扔手榴弹 将首先攻入成为的日军击退 但李大成非要乘胜追击 姚子清告诉他 身边的弟兄 看看还有多少能挨枪子 于是他只能接受姚子清的整编 整编好队伍之后 由于连日的战斗 姚子清与副营长李仲贤 下着棋就睡着了 睡梦中他仿佛又回到了上前前之前 那些绝别的话语 在他耳边反复营绕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 我一定要杀地立功 卫国效劳 此去躺能生还 故属万幸 如遇不测 义无悲弃 但好好抚养儿女 孝奉温姑 守城第二天 黄浦江上的日军战舰在那里耀武扬威 副营长李仲贤谈到 死局 死局 但姚子清却不这样认为 残局而已 敌中我寡 走队一不生 走错一不死 这时营地来了两个女学生 他们是来帮忙的 护士看他们 传承这样说 怎么救护伤员 另一边的姚子清开始了部署 日军实力强大 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 三营的家党 可谓是少之又少 只有四门炮 二百发炮弹 六百多只老步枪 和近六百名驻守将士 但日军有两千多人 二十多辆坦克 还有飞机可以发动空袭 并且还有随时可以调动的援军 敌中我寡 势力悬殊 更何况 宝山城的南北两面都已失守 怎么看都是死局 虽然姚子清看似文质彬彬 但他打仗时一点也不含糊 毕竟他是黄埔军校的高采生 守城第三日 如此境地 与其被动困守宝山 不如主动御敌以外 孙子兵法有云 故善攻者 敌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 敌不知其所攻 于是他将防御阵地前移 挖掘战壕 形成交叉火力 再将东南北三面城门封闭 只留西门作为人员物资的出入 加固宝山的防御攻势 军高驻守 随后姚子清下达了此命令 因宝山城的安慰 关乎整个松湖的战局 凡懈怠者 未敌者 轻敌者 违抗军令者 一律军阀处置 李大成本要出城御敌 但姚子清 只让他去西街口修筑防御攻势 这也是最后的防线 守城第三日 日军很快发起了猛烈炮击 城外御敌者 只能暂时躲起掩体 炮击过后 日军部坦克结合发起了进攻 企图在城东 南 北三面强行突破 姚子清派出一支突击队先发制人 勇猛出席将这一路敌人 南介于金家宅和宝山外围之间 并从侧翼包抄 与日军展开肉搏斩 避伤日军二百多人 大大提高了将士们的士气 姚子清表情凝重 因为他知道 日军这次吃了败仗 接下来的战斗会 更加惨烈 日军指挥官英森孝总结了战斗经验 他知道 这次增援过来的指挥官 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 反战者 以正合 以其胜 顾善出其者 无穷如天地 不解如江海 孙子兵法彻底被姚子清用活了 这次战斗中 女学生曹素军的父亲 被榴弹击中身亡 姚子清告诉他 这是战事出海 后面会更加险恶 并劝他回到上海去 曹素军在这里长大 更何况 自己是战地服务队队员 他也有自己的任务 守城第四日 姚子清驻守的宝山城 又一次遭到了日军的夜袭 敌人想了一套生动机器的方法 企图迷惑姚子清 但黄埔毕业的高材生 姚子清 岂是能轻易瞒过的 于是他指挥部下兵分两路 有侧重的与敌交锋 姚子清令副营长李仲贤率人支援东面 自己带人去南面 这时 通讯员报告 狮子林方向有大批日军 姚子清感觉到了不对劲 狮子林方向才是日军的主攻方向 随即命令李仲贤率领士兵 前往狮子林王宝山必经之路设下埋伏 很快南面的日军被姚子清全部歼灭 日军满盘结束 接下来的战斗会更加激烈 这一战三营损失了九十多个士兵 入夜 姚子清指挥大家埋葬了死难官兵的遗体 含着热泪同夕日朝夕相处的战友们 做了最后的告别 剩下的士兵只有四百多人 守城第五日 功夫旅长来到城中 只给姚子清补充了一个派的兵力 虽然人少 但总比没有强 随后 功夫旅长失查了营地 姚子清表示 但要实务告急 而敌人还在不断地增兵 再这样下去 宝山城很快就会失手 他恳求速派援兵 功夫旅长说道 宝山城绝不可失 方旅长的指挥部里 可增派的兵力只有一个月被赢 于是他命令侯团长火速增援姚子清 直至站到最后一兵一组 宝山绝不能丢 但问题是 日军的援军两小时就到 而侯团长的援军要四小时才到 姚子清为了拖住敌人 给增援部队争取时间 他决定亲自带队主动出击 副营长李仲贤却不同意 因为这一次去了 就是九死一生 军中不能一日无甩 临走前二人互行军礼 此时的李仲贤早已誓死如归 日军得知 宝山城将有援军 便调动飞机坦克 对援军进行包围 李仲贤在战斗中牺牲了 姚子清悲痛不已 亲自为他擦去了脸上的血迹 姚子清刚刚出门 日军的一发炮弹落到了医院里 由于受到阻击 援军也没了 到今天 权营上下就剩下了一百多人 但要补给严重不足 部下报告日军在东面集结 当他转身喊仲贤的名字时 他才意识到 昔日的兄弟已离他而去 顿时像野兽一样 咆哮怒吼 他不是别人 而是姚子清 权营的希望都给予于他 守城第六日 姚子清与圣渝的一百多名弟兄 做最后的告别 是生是死 听天由命 他告诉弟兄们 今天我子清和各位守卫的是宝山 捍卫的是国土 我们身后就是你们的浙江 你的惠州 你的江西 我们广东 和你们的四川 此生有幸和兄弟们 誓死保家卫国共存亡 日军指挥官要亲自上阵 扬言要当天拿下宝山 集结了军舰 飞机 坦克猛攻保山 誓死守卫的姚子清 命令兄弟们放进了载打 战斗开始不久 不断有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倒下 连长李大成拿起两捆手榴弹 义无反顾地冲向日军的坦克 随着一声巨响 与日军同归于尽 姚子清叫来迫击炮手 两发炮弹直接命中日军指挥官 指挥官一怒之下 请求箭炮开火 一时间整个宝山被炸得面目全非 姚子清看着战士们 在战火里生不如死 立刻下令撤退 战士们撤到了城内 方旅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姚子清写下了遗书 花名册上自己的名字被画上了对号 一颗手榴弹炸毁了指挥部 生是三营的人 死是三营的鬼 众人齐声喊道 他命令二十多个弟兄立即撤退 而自己却将公文包交给了魏明阳 那里面是六百名战士的生命 必须送出去 慷慨父子决心已定 姚子清独自走向了防御攻势 要与宝山共存亡 但将士们却没有走 弟兄们明白了营长的决议 全部跳下战壕 坚决要留下与姚子清共生死 次日日军的援军到达 日军以坦克开导 对宝山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姚子清除魏明阳在内的二十三名战士 拼辞抵抗 姚子清冲在一线 带领最后二十多个兄弟士兵们 打起了巷战 哪怕一砖一瓦一个角落 他们也要坚守到最后 战士们以人肉炸弹 炸毁日军坦克 但日军兵力倍增 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在日军的包围下 战士们都抱着必死的决心 与敌人同归于尽 第三营的战士们 战斗到最后一刻 集体为国牺牲 为什么明知是死路 却还要坚守 打扫战场的日军不懂 但他们难得地在进城后 为中国士兵进行掩埋 并鸣枪致敬 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斗 但是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捍卫者是2017年上映的电影 这部电影是一位 民族企业家投资拍摄的 完全是靠着情怀投资 拍摄起初并未想到赚钱 只是希望这段历史 不要被人们所忘记 这是一部彻彻底底的三无影片 无名导演 无小仙咒 无大投资 在流量为先的现在 这样一部电影注定被淹没 在其他大制作的浪潮中 在上映之初 偌大的京城 只有三家影院 由此影片的拍片 遇此情景 只能轻叹一声 希望这段历史 要被更多的人熟知 不要再出现 英雄孤肿无人吻 细子家是天下之的悲剧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